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 实现简移任务管理系统这一系列课程 这节课呢,我们来开始这一系列课程的第十三角 也就是我们的第四个功能点 这节课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这节课的主要内容主要是以下几个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任务列表的设计 其实这个呢,应该是在上一节课就应该讲到的 但是由于时间关系的话,我们就放到这节课来继续讲解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任务的一个新增和修改 这个呢,其实和任务列表的话是比较有这个关联性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放在一起来做 第三个呢,就是在小屏幕下隐藏这个左侧变迁 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和想一世布局有一点关系的一个内容 好,我们接下来呢,就跟看我们实际的一个代码来进行演示 好,我们就切到代码 还是老规矩,当我们要启动它的时候 当我们要写代码的时候,我们先把它够印给启动 GAP这个方式启动一下 好,启动好之后,我们就来看我们的这边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代码的编写 先看一下上节课的内容 上节课我们生成已经做好的内容是怎样子的 好,上节课已经把这个UI做成这个样子了 现在我们这节课主要是关注我们这个任务面板这里面的内容 这里面呢,我们就要来先来设计下这个列表 像应该怎么来填充 这里呢,我使用的是怎么来方式来填充呢 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这样一个页面 index 右边这个区域 这个呢,是我们的任务体 所以呢,我们主要编写的内容就应该在这个地方 首先呢,我们定一个什么呢 task task container已经被我们占用了 所以这里呢,我们就写什么呢 task part 就是任务的一个部分 这里面我们怎么去设计这样一个UI呢 首先我们有新增,有编辑,还有一个列表 那这三个偶合在一起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来做 首先我们这个新增应该是需要独立出来的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用一个form 在里面来做这个新增的一个操作 新增的话,我们就直接就是input了 当然 我们这里面居然用 既然用了这边,我们就可以使用什么呢 form container 好,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新增 新增好之后 好,一个横线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列表的一个地方 列表的话,我们可以用pask list来说 当然 里面就是我们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像 那这样的一个结构出来的话 我们看一下 长成什么样子的 好,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到我们的这里面输入内容之后 我们就直接可以在下面看得到它的一个相关的一些东西 好,那我们再想一想这个列表 我们用ul是不是比较合适呢 这个地方我们还有一种选择就是用什么呢 就是用我们的一个table 就是用表格 那这两个到底哪个好呢 好,我们这个改成hr,刚刚那个没有效果 我们这样看一下 如果是div的话 如果是table的话 就应该怎么用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这个表格就是有这样一个边框的 当然我们不需要我们的这个表头 所以我们就直接放td就好了 比如说这样子 理论上的话 我们可能会放三个 第一,这个主要是放task 这个呢,是放我们的operator 第一个呢,我就放checkbox 那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我们看起来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好,是这样子的 这样合适吗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真正的一个任务的话 我们可能横排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所以呢 我们这边就不需要让它直接border的 直接用table tripe 好,应该是stripe 好,再来一个让它可以紧缩一点 当然这个紧缩我们就暂时不需要了 好,这样出来之后看一下效果 就是这种情况 好,这样的话看起来好像还不错 好,那我们接着继续 既然这样是不错的 所以说我们就简单再把它优化一下 是要做什么 然后呢 这边呢就来进行我们真正的一个数据的一个装载 这个地方我们其实可以锁定两栏 然后中间这个让它自动变化 所以我们第一栏的话就是一个checkbox 好,当然 肯定是要让它聚中的 当然我们的操作也是一样的 对于操作的话我们可以有几种方式 这里面呢我们一般来说就只有一个多少呢 只有一个删除这样一个 哦不,说错了 只有一个 嗯,一个是删除 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编辑这样一个操作 所以呢我们这儿应该是两个按钮 两个按钮怎么做呢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考虑采用按钮组 好,按钮组的写法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说我们的按钮组 然后呢在里边放一系列的一个button 好,小个的 这里方呢我们就写 编辑 当然我们还要写一个删除的 删除的话我们就用danger红色的 这样子的话 删除 我们再看这样的一个效果 看一下 task 编辑删除 当然这个的话还比较大个 所以说我们可以让它变得更小 超级小号的就是xs了 看一下小号的 看一下,这样是不是就比较合适了 当然这里为了我们设置它的一个 合适的一个宽度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border 先给它打出来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宽度 然后再来进行一个调整 你看比如这个 情况我们 把f12打开 我们来测量一下 它到底需要多宽 比如这个 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出 它有一个 左右的一个判定 还有上下的一个判定 对于上下的判定 我们就不关注 那么左右的一个判定 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它设为0 左右的话我们就应该用 单独一下 判定left0 然后判定right 也是0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下它的一个宽度 到底应该是多少 好 在这里的话 看一下 34 我们看这个地方有什么13 所以说是很小的 那这个地方我们有没有考虑把它变得更小一点 比如说20px 看一下 其实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考虑用这样的一个样式来进行一个填充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只需要怎么做呢 当然 既然既然是table 那么我们的class还是得要 也就是我们的 task list 当然我们要设置的时候我们就要需要对它来进行一个设置了 这里面的样式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些处理 当然现在现在我们就不先不做了一个事情 task list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还需要写什么写的 task check 最后一个td肯定就要写task operate 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好直接去 设置它的一个样式 task task operate task什么呢 check 这个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只需要怎么设置呢 刚刚我们也看到了 pending left pending right 然后呢是我们的right s 同样的情况 我们也可以 operate 好我们再来调整这个operate这个 元素 看一下 好这个元素已经生效了 所以说我们来调整这边这个元素 同样的规则我们这边的两个 方案我们先看 这我们就手工改成0 然后呢 我们再来设置它的一个宽度 我们看一下这边到底要多少宽度才合适 这个呢有36 这个呢有36 也就是70多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宽度可以设置为多少呢 80 px 看一下是不是刚好合适 那这样合适的话 也就是我们 要使用的一个内容呢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就应该用一个 80 这里 你看这里也是pending left pending right 然后呢是我们的一个 80px 注意看 这边的一个是不是有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有 比较类似的可以提取出来的 比如说我们这边 low判定 left low判定 right low判定 left 那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就原用上它了 好所以这边呢 我们还可以改进 因为样式的话不需要写的这么重复 当然 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再提一个出来 比如说我们叫什么呢 low判定 left right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就直接 判定 right 0 判定 left 0 这样也是可以的 这样的话就相对要麻烦一点 也增加了新的内容 所以呢我们不采用这种方式 我们采用这种 原生的 直接 减小的 low判定 left 只是说 看起来的话样式会多一些 这样我们再来看一个效果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这边的一个效果是 不对的 什么原因呢 看一下 这我们这个TD呢是一个80的一个 酱素 但是我们这内部的一个元素的话就装不下了 从这儿来看是我们这个判定这块没有生效 另外 这边的一个判定的话也是没有生效的 原因在哪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我们这边两个low判定是 已经上去了的 但是呢 被这个权重给覆盖掉了 哦 这个原因 这样子的话很容易 很简单 我们可以在这边 既然我们都设了 说了这边的话 我们就可以让它作为一个重点 要是来设置 这样子的话 看一下 也就剩下了 编辑和删除 当然 编辑的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的样式 稍微改一下 比如像info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一个效果就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做 添加这样一个功能 当然这两个事件我们还没有做处理 我们就暂时不处理它 我们先来做这边的 这边既然有个form的话 我们就需要对它来进行一些处理 具体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要绑定一个事件 ngsubmit 当然 如果有验证我们还需要考虑验证的事情 所以这里呢我们就 别考虑进去吧 不需要考虑 不需要考虑 这样算是麻烦一些 我们这样来做 我们直接使用它这边的一个标准的一个验证 cred 当然 我们需要设置它的anti-model 等于task 怎么做呢 task task.disk rips 好 任务描述 好 这边的话我们这个ngsubmit 应该做什么事情呢 就应该做我们这个a的 task 这个事情 所以呢我们要把 事件 先给处理好 那 针对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代码 一个字 放呢 scope.task 等一个空对象 当然这里面我们一般的话要设定一个name等于空 这样表示我们的一个对象 是 在的 第2个呢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的一个叫 AidTask 是一个方法 function 他要做什么事情 也需要做了一个处理 接下来我们还要什么呢 我们有一个task list 等于空 等于空 好 这个地方 就是装我们已有的这样一个task 所以这边也要跟着改造一下 import 我们的一个每一个tr 每一个任务就要生成一个tr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放 andrepeat 叫什么呢 Task check in task list check by index OK 这个呢就是我们安格拉指令里面的这个repeat这样一个指令的一个用法 便利我们这个task list 然后每次取一个出来来做处理 接着呢 他的这个呢 是根据他的一个锁印的进行一个便利 不根据锁印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 简单试一试 如果没有锁印 我们就两个空对象 但是我们又不要锁印 看一下 有什么问题 这样看起来还没问题 想一想 怎么才能复现这个 这样一个 对象的因为对象的引用是 一样的 看这种情况 也没有问题 可能这个问题已经 不存在了 以前的话就说 我这边写错啊 这样子 就说如果有两个词相同 那么这边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就会出现 你看这这只有出现两个实际上我们是有三个词的 所以他这里就 会 重复了 以前有一些版本的话他是会直接报错的 就说这两个词是相等的 所以说为了保险的话我们在这里 就足以加这样一个 根据锁印 因为锁印是不会重复的 那么这边的话就会直接去取 什么呢 双向绑定语法 Task Discrimination 好 这边就 先置为一个空 这里呢 这里呢就有一个 第一个什么呢 Score 变量 接下来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 UI 操作 当我们添加Task的时候 我们会拿到什么值呢 我们会拿到这个Task的这个Name值 然后呢 我们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会判断它 是不是这个非空的 这个我们就不做了 因为前段已经可以判断了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 取出它这样一个Name值出来 当然 当然我们一般做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去取的 而且这个变量我们是用的Description Description 这里的话一般是Task Task等于 Angela 点什么呢 Copy 我们去把这个Score 点Task 复制一份 出来 然后呢 我们来设置它的这样一个 check Angela 等于 等于Force 因为more只是Force 然后呢 状态 对于状态有几个任务呢 对于任务有几个状态呢 一般来说我们这就有一个什么呢 进行中 已完成 对吧 所以呢 这里我们就直接用Running 这就是它的一个默认状态 想想Running似乎没有那么合适 所以呢 这我可能改一下 Progress 就是说 正在进行中 那这样子就是一个任务就定好了 定好之后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需要把它添加到我们的 这样一个 TaskList送去 这样 Push一个进去 好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 就添加成功了 添加成功之后 我们还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把 这个Task的 Description 不要设为 Conservant把它清空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就 成功了 所以这个 checked这个地方我们应该用一个 Ngmodel Task checked 当然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状态的一个标注 这个地方我们就暂时不在这写 OK 好现在看一下效果 长什么样了 ABC 看一下 是不是就添加成功了 当然这个地方有一个错 这个呢是 好写的 有一点问题 这里 sc o p e OK ABC 那还有错误吗 没有了 好看样子的话是我们这边的一个 没有 剩下我们再刷一刷 看一下现在是不是就已经随便就可以加了 那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一个 要要的一个效果了吧 看一下 是吧 那这我们还可以添加和删除 当然我们这个边 我们还能怎么做呢 我们还可以把它这个状态进行一个 已完成的一个设置 这里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当我们 如果要选择 它的时候 勾选上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认为它已经是已完成的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地方 就需要在这边来进行一个处理 怎么处理呢 也就是当它这个的一个 变化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处理了 NG 轻轻 轻轻 Task State 这个地方怎么做呢 我们就直接把我们这个Task传过去就好了 所以这个 这样的的话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写出来 Score.Change 这里就是我们这个Task Task干什么事情呢 这儿走弯路了 搞错了啊 这边的话 因为它这边的一个选择 它自动就会改变我们的这样一个Task的 所以说呢我们只需要通过它 这个Task条 然后在这边呢 进行什么呢 进行一个 样式的一个设置 也就行了 这个叫 Completed 如果是完成的 那么就应该是 Task 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就是说 当如果这个任务是完成的 那么它就会追加这样一个 Completed 这样一个样式 这里呢我们最好是这样的 TaskCompleted 所以说我们 可以通过样式的一个变化 Task 点 List 好 当任务完成之后 我们的一个 TextDirection 就应该设置为什么呢 Under UnderLine 有消化线 有消化线 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效果是不是这样子 好 说明我们的一个效果也是达到了的 这里除了消化线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没有呢 当然了 我们还可以什么呢 Text 更好的方式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删除线 样式呢好 是叫Line 好这个呢是删除线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当我们勾选的时候 就删掉了 当然删掉之后我们这个颜色呢 可以让它变得稍微灰一点 OK 删除 这个这样子的话就证明我们这个任务已经 失效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们在这个上面设置一个删除线有没有效果呢 为了快速随时我们可以在这儿先进行一个设置的一个看一下 看一下没有效果的 就是说我们就直接设置它就好了 当然 设置删除线之后我们自己后面这个内容应该怎么处理呢 这边这个内容应该怎么处理呢 既然都已经 完成了 那我们还能不能编辑呢 这里我们不关心这个我们直接 就还是这样显示就好了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 天 添加 的一个内容 添加和列表 好中间我们删掉 这个 拦截的线 我们看到还有 我们这一刻的路里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 当我们还有一个修改 然后就是小屏幕的事 我们要隐藏左侧变迁 这个地方 小屏幕是多小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我们的屏幕小到一定程度 这样子的时候 他这个左右呢 是已经 错位了的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任务 我们需要把什么呢 需要把这个变迁 给去掉 怎么去掉呢 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想 一想 当小屏幕的时候 要隐藏 那 我们是不是就应该 让他 在小屏幕上隐藏 这个应该什么设置呢 隐藏 隐藏这样一个DLV 隐藏这样一个DLV怎么做呢 就是当我们在小屏幕的时候 或者说超小屏幕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把它隐藏 那这个时候的一个效果就是 看一下 这个不管啊 进来 小屏幕 隐藏起来了 超小屏幕 也是 那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做什么事情呢 既然这边已经隐藏起来了 那 我们这边的一个 小屏幕和超小屏幕 就应该 怎么做呢 让它的 这个宽度占个满屏 当然 这边就没有S 这个一个概念了 这样子的话 为了实现 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 小屏幕隐藏 这个就占满 就只有一个任务面板了 看一下 就只有我们的一个任务面板 对吧 相当容易的一个效果 稍微小一点就没有了 其实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我们再小一点 我们还是可以 做一些控制的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要隐藏的是最好是就直接在超小屏幕下隐藏 SM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就在这写一下 既然SM这边就应该 一开始是8和4这样一个分 分别 所以说我们这边的话 就让它变成 7和5这样一个 分块 所以这边也应该就写一个 看一下 当他在SM下的时候 他就应该用 5号 5个 因为加起来要12 然后 小一点的时候这边隐藏 这边就直接上12 就是满屏 好 所以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话 看起来应该是更好的 稍大一点就这样分 再大一点就这样 这样子的话 在手机下的一个显示效果 也是 比较不错的 看一下 就应该是这个造型的 注意看 注意看 如果是手机上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造型 比如说 6 苹果的分辨率比较大 那分辨率比较大 为什么它就成了这个样子 因为它是用分辨率来判断的 那这个地方 我们就还需要有一个设置 什么设置呢 这个就应该在首页上去设置了 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这个设置看起来是正常的 所以我们要考虑的可能是这边的一个 效果 我们看一下 这个情况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 先刷一下 好 其实刷新一下 我们这边就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看一下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当然 我们这边的一个边框 好像是比较 复杂的 看一下 我再给它缩小一点点 缩成一个 注意看 这个地方缩成一个之后 我们这边有一个 判定 这样一个效果 看一下是哪个地方来的 注意了 判定Neptal 5 如果不要的话 应该是多少呢 15 那这个15是从哪来的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 进行一个跟踪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判定Neptal 是这边已经设置好的一个15 那我们的一个 为什么判定Right 又没有 又是没有的呢 是因为我们这边判定Right 已经设置了它为0 所以导致到这样一个 效果 有一点出入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呢 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 稍微处理一下 当它在小屏幕的时候 我们这个判定5 这个5 改成什么呢 改成0 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说我们的 media Screen 屏幕 7168 这呢应该是怎么写的呢 就是说我们只需要设置它的一个 然后呢 它的最大的一个宽度是多少呢 最大的宽度是767 这里是对应什么呢 对应了768 这样一个小宽度来说的 那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 应该怎么做呢 这边 这边就直接让我们这个什么呢 这边就直接让我们这个什么呢 我们有一个样式叫 它 它在这个小屏幕下还会不会有这样一个 好 看一下 其实它就已经 没有了 所以这里呢 还有一个小音试的一个内容 好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呢 大概内容就先讲到这 我们剩下的还有一个修改 这个的话我们就留到后面的课程里面 我们再 讲解 他们这节课之后呢 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客户任务留给大家 就是说 实现Task的这样一个新增和修改 其实呢也就是 复习一下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内容 好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